百年沧桑从东亚病赴到民族复兴 我首先讲的是什么 别人的质疑 真的能民族复兴吗 他们真的能成功吗 首先我给大家看 美国人沈大伟 沈大伟就讲中国人不行了 中国要崩溃了 沈大伟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在去年的3月6号 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 The Coming Chinese Crime Cup 正在到来的中国崩溃 他们完了 沈大伟讲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 他退出了一时舞台的速度 将超过许多人的想象 五点理由 第一大批经济精英移民海外 第二思想自由言论表达受限 第三对执政党的忠诚不真实 第四猖獗且难以根出的腐败 第五经济体制改革局部维艰 一切证明他们完了 他们很快的完 沈大伟我们访美两次以他会谈 我当时觉得沈大伟是很聪明的人 我当时的印象 我说沈大伟怎么脑子进水了 我们正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我们开展前所未有的反腐 你看我作为一个军人 我们军队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军事变革 你说我们完了吗 我们新一轮腾飞开始 我觉得今天中国就像埃德加斯诺 在红星照耀了中国讲的一样 中国是多少人得到了名誉 中国是多少人丢掉了名誉 你在美国 你讲中国崩溃 文章有人看书有人买 你讲中国崛起文章也有人看书有人买 都有市场 我又想起来我2000年 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 简称RMCS 皇家军事科学院第一次中国军官进入 2000和2015 那中国的国力完全不一样 当时英国国防部第一次邀请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进入皇家军事科学院 按照英方的规矩 在学习期间 每名军官都要讲自己的社会制度 意识形态 宪法 国防 还要讲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社会制度 为什么这个意识形态 我们班30名军官 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 社会主义的只有我一个 人家都不是 你看这个班的题目 主题民主政体中的防武管理 那中国是个异类 来了 他们感到中国军官来了很有意思 然后 每名军官都要讲 每人讲20分钟 每个周五上午讲 讲的顺序又抽签 决定 我抽签 我想30名军官 哪轮着我啊 南非军官 麦克多林 他上去抽签 第一张签 埃沙尼亚军官 第二张签 中国军官 哇 全场哄堂大笑 为什么呢 埃沙尼亚非常小 波罗的海淡满之地 中国非常大 埃沙尼亚刚刚从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下挣脱出来 中国人还在搞社会主义 所以全班军官哄堂大笑 他们觉得反差太大了 全笑起来了 当时我坐在闷闷不乐 生闷气 我都想怎么对付他们呢 捷克军官 罗德贝尔 他上来劝我 站在我旁边这个 捷克原来是社会主义的 他深知我的难处 他上来悄悄地跟我说 他们就想听听你们为什么相信马克思主义 你们为什么搞社会主义 他说你何必讲这个呢 你讲这个上他们当了 你想想你们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那么悠久的历史 20分钟时间很快过去了 我一听他主义不错 我准备让他的主义去做 后来全班人都走了 我坐在教室里越想越不对劲 我就想起了我入屋以来 我在写日记啊 一本一本岛 非夜上自己写句话 自己激励自己 我们今天叫心灵的鸡汤 自己激励自己 自己勉励自己 我经常写这句话 做难事必有所得 你做容易的事情 做轻轻熟路的 闭的眼睛都能干的 那是重复不是提高 就是要干自己没干过的 那是挑战 不管成功失败都是提高 我这个事我从来没做过 我从来没讲过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 我就不信我讲不了了 我下决心不按照罗德威尔主义 我说我讲 英国人要求做PET 我们就做了PET 埃莎尼亚军官图文并茂 他PPT做的非常好 比我好多了 我的PPT做的比他 埃莎尼亚军官差多了 我的PPT最 最核心只有两幅 二十分钟就两幅PET 皇家军事科院找出来了 第一幅就这幅 1900年的中国 我说今天是2000年 我在这里给大家看看 整整一百年前的中国 1900年 东亚病夫 任人欺凌 任人宰割 跌倒到地上 爬不起来 我说1900年 整整一百年前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我们被迫签订 薪酬条约 庚子赔款 赔偿13个帝国主义国家 四亿五千万万白银 我说今天在座的军官 你们的国家 当年都参与了对中国的瓜分 都有你们代表的签字 这就是一百年前的中国 我说我今天能站在这里 给大家讲一百年前的中国 为什么 英国国防部 请我们参加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 因为今天是一百年后的中国 一百年后的中国 工业 农业 国防 科技 教育 医疗 多项指标 名列世界前茅 他再也不是任人欺凌 任人宰割 他自立于世界民族东方之邻 我说第一副PPT一百年前 第二副PPT一百年后 连接这两副PPT的 横跨一百年的 就是一句话 Markism changed China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相信马克思主义 我们从来不是为了马克思主义 而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分析问题一种方法和工具 我们用这个主意认识分析中国的问题 找着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 而在这个过程中 还有第二句话 China changed the Marxism 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 与中国革命具体事件结合 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 与中国建设事件相结合 我说这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我在台上讲的时候 台下鸦雀无声 没有鼓掌的 跺脚的不仅爱杀人家军官不仅 但我没有想到 我讲完了 突然间爆发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猝不及防 第一个上来向我祝贺的 菲律宾陆金上校 加维尔上校 加维尔跟我讲 说金 你讲的东西给我印象太深了 我们菲律宾跟你国家命运是一样的 我们一定要 像你们一样 取得这样的成功 我们班的教授泰勒 大班主任 英国著名的防务问题专家 我讲的时候是个节梯教师 他没有坐在那天 他坐在后排 他站在后排 我们后面有个木走廊 他抱着两手 走过来走过去 走过来走过去 我在台上讲 我和泰勒教师 后面来回的走 等我讲完了 别人上来向我祝贺的军官都走了 泰勒上来跟我讲一话 你今天讲出了你们的合理性 泰勒完全不同意马克思主义 完全不同意社会主义 我觉得这对一个 完全不同意马克思主义 完全不同意社会主义的泰勒 也算对我们最高的夸张了 当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匈牙利军官斯潘克斯 斯潘克斯的叔叔 匈牙利 裴多菲俱乐部的省员 1956年 匈牙利社会主义改革被镇压 裴多菲俱乐部的领导人 匈牙利总理纳吉被枪毙 斯潘克斯的叔叔流亡西方 后来他说 他叔叔 柏林墙倒塌 他叔叔回来了 看匈牙利 今天搞得烂糟糟的样子 他叔叔讲的话 我想死在西方 我再不回来了 那天晚上 斯潘克斯跟我在酒吧 喝了很长时间酒 就一杯啤酒 我们俩喝了很长时间 斯潘克斯讲 我们匈牙利社会主义 完全失败 衷心希望 你们的社会主义 能够成功 给天下这些最没有权力 最没有权势的人 一点希望 我们近代的中国历尽苦难 我们没有胜过 我们一败再败 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 南京条约的签订 隔让香港 赔款了2100万两 第二次鸦片战争 接着又失败 对方都很少的兵力 第一次鸦片战争 英国军舰28条 军队15000 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联军25000 长驱直入北京 杀人放火 将圆绵复制一绝 以如此小的兵力 侵占一个大国的首都 世界战争史上奇迹 1894 甲午战争 更是空前的隔地赔款 赔款白银两亿两 隔让辽东半导台湾 所以当时的澳门报纸 有这么段评价 中国之装备 普遍之下为质软弱的 极不中用之五倍 其所行为之事 一如纸上说谎而已 国中之兵 说有七十万之种 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中国的软弱 中国的衰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发动了 对苏联的进攻 巴巴洛莎计划 希特勒讲一话 苏联就是破茅草房子 我一脚就踹倒他 希特勒打算错了 没有踹倒 希特勒腿都踹断了 但中国当时 就是破茅草房 谁上来就一脚踹倒了 我们弄个梁柱 支起来 再上来一脚又踹倒了 再支起来 再踹倒了 你到了八国联军 1900年 我给皇家居治科学院 讲八国联军 入侵北京 我们达到空前的虚弱 我们一般人讲 八国联军 八个国家打我们 我们如何打得过 但我说你看 八国联军来了多少人 日军最多八千 俄军四千八 英军三千 美军两千一 法军八百 奥地利军队五十八人 意大利军队五十三人 八国联军 满打满算 1900年八月三号 从天津向北京攻击出发 满打满算 一万八千八百一十亿人 就这点兵力 还有七千德军在海上 来不及赶到 都等不及了 向北京攻击出发 十天之内攻险北京 而北京一带的清军十五六万 一个团五六十万 我们挡住了没有 没有挡住 中国近代以来 这种衰落 这种无力 达到极致 一个大国衰落至此 庚子赔款 空前的四亿五千万两百亿 庚子赔款之后 我们对美国人印象不错 美国西奥多罗斯福 把部分赔款返还我们 我们办了留美预备学校 办了协和医院 还有燕京大学一部分 那留美预备学校 就成为我们今天 著名的清华大学 所以我们很多人 对西奥多罗斯福 印象不错 不管他怎么说 他把中国的赔款 还返还我们一部分 办了医疗 办了教育 但是你看西奥多罗斯福 他极度看不起中国 他说 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 自满自足 贪图自以江一内的安宁享乐 渐渐的腐败堕落 对外部事物毫无兴趣 沉溺于纸醉机密之中 忘掉了奋发向上 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 整天忙于满足肉体展示欲望 那么毫无疑问 总有一天 我们会突然面对 中国今天已经出现这一事实 畏惧战争 闭关锁国 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 在其他好战 爱冒险民族进攻面前 肯定是要衰败 罗斯福提应美国人 我们一定不能像中国人这样衰败 我们就为了解决这个民族威望 解决这个衰败 我们近代来 多少先进的中国人 就为了克服这点 我想我们历尽选择 为了摆脱衰亡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不就选择 你看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 天赋天凶 其实就是基督教育的中国化 就是我们在完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前 洪秀全完成基督教育的中国化 用这套改造中国 可能吗 不可能的 所以洪秀全失败 镇压洪秀全的曾国藩 左宗棠李鸿章 他们推出洋务运动 就中国的大问题在哪呢 气不如人 积极知道科学技术不行 一定要搞下去 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 洋务运动30年 洋务运动最大的成果 北洋水师 1894甲乌海战 全军覆没 一条剑没留下来 洋务运动失败 日本联合舰队一艘未尘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一条剑没留下来 洋务运动失败 洋务运动失败 康有为梁启超出来了 君主立宪 就是曾佐里的气不如人 太表浅了 中国的问题出哪了 治不如人 制度层面出问题了 梁启超讲 唤起吴国千年之大梦 十字甲午一亿时也 治不如人 体制出问题了 要改制 务须维新就是改制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 也是改制 建立共和 君主立宪没有成功 务须维新失败 但是辛亥革命成功 共和建立了 共和建立了后来 我们有个片段走向共和 认为共和的成果被窃瓜大盗 袁世凯给偷窃了 但是我说你 你如果全面看 袁世凯1916年就死了 袁世凯死后12年 我们实验了12年共和 结果怎样 北京九一政府 24次内阁改组 换26届总理 军阀混战 生灵图谈 共和也没搞成 所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 已经打出旗号了 打倒孔家殿 五四运动讲 气不如人 治不如人 都太表浅了 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 思想文化不如人 要彻底抛弃中国思想文化 孔蒙之道 我们当年这种思想的偏激和极端 认为万事归罪一点 找个替罪羊 只要把它解决 全解决了 我说当年打倒孔家殿的旗号 以今天遍布全世界的孔子学院 形成多么大的反差 我们今天看 孔子没有妨碍 我们走向现代化 我们出了问题了 不是说孔子的问题 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这种找替罪羊的方式 当年的不仅孔子啊 找到汉字了 当年五四运动先驱 胡适 钱玄同 郭沐若 陈独秀 一批鲁迅 一批人都讲的汉字问题 罗马字母话 汉字导致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 汉字 当年多么激进啊 白话诗 就是严格的什么武律 武决 七律七决 太繁琐了 率先革命 胡适 郭沐若开始 白话诗 我至今都记得 郭沐若写的白话诗 伟大的水啊 清二氧溢 这是诗吗 化学分子诗直接进去 清二氧溢 直接进到诗里去 你能流传下来吗 传不下来 我今天我们传下来的 还是古典文学的 你看柳宗元的 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宗灭 孤舟梭利翁 不掉寒江雪 多么优美的意境啊 比你那个清二氧一 那要意境大得多了 我们今天讲 他们呢 我们没有丝毫否定 他们 他们都是探索者 他们都在探索 寻找条 摆脱灭亡的路径 你从洪有拳 到五四运动先去 他们都是这样的人 他们都有确诊 都有错误 都有问题 但他们都是探索者 我们后来探索 是在他们基础之上的 当年我们今天讲中国梦 当时中国社会呢 也有中国梦 北京上海的学者 联合做了一次 就是没有说 具体讲中国梦 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看当年中国 清华大学教授 林宇棠 回答他的梦想 我的梦想 只希望国中 有小小片的不打仗 无瞌睡 换门牌 不要钱 人民不必跑入租界 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 我们今天很难设想 这是什么样的中国 我觉得距离非常遥远了 很遥远吗 七八十年前 八九十年前 中国就这个样子 燕京大学教授 顾吉刚 他的梦想 他说 没有人吸鸦片 吞红丸 这是最重要的事 这种事后延长下去 非灭种不可 任命有极好的政治制度 也是无疑的 只要吸毒 什么制度就救不了你 上海大学者 施哲存 他的梦想 中国人走到外国去 不被轻视 外国人走到中国来 让我们敢骂一声 养鬼子 你知道先生 现在是不敢骂的 施哲存在上海 上海外滩 华人以狗 不许入内 你骂谁啊 你敢骂吗 你不敢骂 罗文干讲梦想 政府能统一全国 免然说我无组织 内争的勇意 转用来对外 武官不怕死 文官不贪钱 妇女李家 崇尚勤俭 不学摩登 青年勤俭刻苦 不穿洋服 振兴国货 当年这些知识分子 中国社会的良心 他们的呼吁 他们的梦想 集中在一起 就四个字 民族救亡 民族到了威王的边缘 到了王国壁种的边缘 我们大清王朝推翻了 民国建立了 灾难没有停止 918事变 关东军一万九 东北军十九万 三天丢掉奉天 就今天沈阳 一周丢掉辽宁 两个多月 东三省沦陷 其一事变 日本华北驻屯军八千四 日本人自己统计五千八 我们统计最高数个八千四 宋哲元二九军十万 一个月华北沦陷 中国之虚弱 我觉得我们近代来 我们反复讲一个什么问题呢 帝国主义嗜血成性 杀人成性 凶残无度 我们总说 对手如何的野蛮 如何凶残 我们很少检讨 为什么我自己这么虚弱 为什么谁都能弄你一下 你谁都无法有效抵抗 我们近代来出了什么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了 你看第一次 杨培战争发生的时候 广东三元里那样抗击很个别 大多数民众在远处观战 英军登陆后 民众主动向其出售蔬菜 生出个粮食 洋人在跟皇帝打仗 以我何干呢 跟我没关系啊 皇帝打败了各皇帝的地 赔皇帝的款 以我何干 我还得生活呀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你看这留下来照片之一 我们那么多人帮着联合国后勤 自重推销车 画面是洋人就两个 其他都是中国人 帮着联军供应后勤 给钱吗 能雇佣啊 就可以 哪里国家观念 民族观念 没有的 联军攻到了北京 北京城高持后 联军一万多人攻不进来 北京有附近居民 向联军提供消息 广区门下水道 未曾设防 联军从广区门下水道 鱼贯而入 你看联军人数不多 顺着土坡斜坡 散兵队形排队走下来 我们周围那么多民众 揣着手 站在两边麻木的观看 洋人在跟皇帝打仗 进攻皇宫 多少民众帮着联军 填平壕沟 绑梯子扶梯子 还有民众坐在墙头上 帮着联军望里撂望 孙中山讲的 四万万中国人 一盘散沙而已 数量不能提供力量 如果你不凝聚的话 你一盘散沙 数量没有意义 联军在北京杀人 那联军指定杀谁 中国人捆中国人 中国人砍中国人脑袋 我们置若置远 我觉得这是中国 我们近代来最大的问题 非常松散 为什么要建立一个 现代民族国家 我们一盘散沙 这个局面 被各个帝国主义所溃破 板原郑四郎 1948年被判处 绞刑被国际战犯法庭 东京国际战犯审判 判处绞刑了七名日本甲级战犯之一 1931年 918事变之前 八一份 他是关东军高级参谋 关东军 关东军即将发生918事变 面对十倍于己的东北军 关东军也是人心惶惶啊 他没有把握 板原给他们做战前动员 没问题 搞得过 板原讲 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 安居乐业是其理想 至于政治和军事 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 在政治上和军事上 以民众有联系的 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 从一般民众 真正民族发展力上来说 国家意识 无疑是很淡薄的 无论是谁掌握政权 谁掌握军权 负责维持治安 都无碍大局 不就交税吗 交给满洲国也是交 交日本人也是交 交给张作霖 张大帅也是交 交谁都一样 他们不在乎 所以能搞得过他们 我们近代的灾难 绝不仅仅是帝国主义 如何的杀人无睹猖狂 我们极度的衰落和分散 不团结 一盘散杀 被对方分而制止 抗战开始不是这样的 国民党副总裁 汪精卫以下 二十多位中央委员 五十八位将官投敌 一些部队成建制花辩 当时出现问题 不是民众出现问题 精英层出现问题 出现大问题 党政精英 那不是精英吗 都成了汉奸 汪精卫 陈公博 周佛海 王克敏 殷汝庚 梁洪志 王继堂 齐谢元 庞炳勋 这是国民政府的军政精英啊 庞炳勋刚刚获得 台儿庄会战的胜利 还立了功 转眼间整个部队划扁 我们当时中国出现的叫 集团性的精神沉沦 和人格沉沦 不是一个两个 是团团活活 一团一伙的精英们的沉沦 在最关键最困难的时候 共产党的风采 共产党的杰出代表 东北抗连第一陆军总司令的杨锦宇 抗到最后剩自己一个人 被打散的 牺牲的 投降的 成兵 抗连第一军第一师市长 杨锦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 1938年率部投敌 组成成兵艇警队 逼杨锦宇绝境 成兵不知道杨锦宇跑哪里去了 知道杨锦宇在东北深山老林里的秘营 他把秘营全部捣毁 因为东北深山老林 冬天零下30度40度 生存非常困难 杨锦宇在深山中有很多秘营 秘密的营地 营地里小木屋 木屋里有柴火 有粮食 保证饿不死 冻不死 日本人把杨锦宇出身入化 杨锦宇身高马达 身材很高 东北深山老林 雪深末期 日本人个子又矮 那雪深到大腿根了 跑也跑不动 在雪地上拔不出腿来 说杨锦宇在雪地上 跟个大鸵鸟一样 两蹦三蹦 看不见影了 我去年到东北吉安去参观 杨锦宇活动的地点 吉安的杨锦宇纪念馆的解说员 纠正我说金教授 我纠正你一下 杨锦宇不是身高一米八级 杨锦宇身高一米九二 他打个子 两蹦三蹦就没有了 日本人抓不着他 把他出身入化 但是呢 成斌把杨锦宇的秘营全部捣毁 逼杨锦宇绝境 第二个叛徒张秀峰 军部警卫排长 父母双方的孤儿 被杨锦宇抚养成人 1940年2月 携带机密文件 枪支抗联经费 判面投机 向日军提供的杨锦宇 突围路线 他是杨锦宇的贴身警卫 他知道杨锦宇的心作 他二月份叛变 杨锦宇三月份牺牲 第三个叛徒张希若 抗联第一军第一师 特等即将射手 叛变后在伟通话省 警务厅长 按股龙云狼的命令下 开枪射杀了杨锦宇 杨锦宇的自己 特等即将射手 把自己的军长 总司令打死 他们都是什么呢 跟谁干都是干 一盘散沙 这是被百元争死狼 十元万二溃透的 中国人的这种想法 最后一共不能称叛徒 老乡赵廷喜 蒙江县保安村村民 杨锦宇跑了好几天 免鞋跑丢一只 好几天没有吃饭 碰见了三个村民 告诉赵廷喜 下山给我买双棉鞋 买几个馒头 给你们钱 不要告诉日本人 下山就向日本人报告了 杨锦宇在山上 杨锦宇最后壮烈牺牲 日本给了图 这个大个子 肥手 终于把他打死了 你看杨锦宇 撞了一起去 打死杨锦宇 发现提供的情报 最后打死杨锦宇 都是什么中国人 一盘散沙的中国 他不仅是松散的问题 跟着别人干 出卖自己国家民族利益 出卖自己的战友 出卖自己的国家 出卖自己的民族 最后时刻 赵廷喜跟杨锦宇讲的话 杨锦宇让他下山买馒头 买馒头 买免鞋 赵廷喜讲的话 我看还是投降吧 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 赵廷喜哪里知道 只要杨锦宇投降 日本人安排 出任为满洲国军政部长 不但不杀 当大官 利用你的影响 摆平东北抗连 杨锦宇在最后 给赵廷喜讲的话 老乡 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 还有中国吗 这句话 惊天动地 到最后一个人也绝不屈服 我们就说 有胜利的希望吗 一点希望都没有 那也不屈服 我经常讲 中华民族 总在关键时刻 有这样的人物 成为民族的脊梁 不是这个脊梁 我经常讲 不是大众 在支撑的 关键时刻的 关键人物 在大家万见俱灰的情况下 有些这样的人物 成为民族的精神的图腾 和脊梁 当年 一批这样的人啊 年纪轻轻就干大事 年纪轻轻就丢性命 走上中国正路来 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住房 为了自己的工资 为了自己的待遇的干的 完成民族就亡 一批年轻人 年纪轻轻干大事 年纪轻轻丢性命 当年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成立 中国社会有200多个 政治团体和党派 中共成立了 还是200多个 你解散了 也是200多个 骗不出你来 所以当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伙热血青年 在上海这个十顾门房子 成立中共的时候 谁看得起他们 谁没想到他们能怎么样 我说中共 你从这进行看 你说它是个好运团体吗 他们13个人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 何等重要的历史地位 但当年有谁在意 中共刚刚成立 走着走散散各奔东西 有更好的叙述走了 1922年 成功博拓党 1923年 李达拓党 1924年 李汉俊拓党 1924年 周佛海拓党 1927年 包费增拓党 1930年 刘润静被党开除 1938年 张国焘被党开除 中共13个代表 一打 出问题的7个 半数以上出问题了 其中陈公博 周佛海当了大汉奸 当时再加上 严重的牺牲 王继美 1925年牺牲 邓恩明 1930年牺牲 何竹恒 1935年牺牲 陈滩秋 1943年牺牲 自己走掉的 被党开除的 牺牲的 13个人 从头走 从头走到尾的 只有两个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主席 董毕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只有这两个人 从头走到尾 中共的艰难 我们不要有什么形容词 什么副词 不要什么妙笔生花 添油加醋 无中生有 你仅仅看 中共一大十三个代表 各自走向 你知这个党何其艰难 前面有什么好事 等着你 有红地毯吗 有剪彩吗 有鼓掌家道欢迎吗 不禁的流血牺牲和盼卖 以及万水千山的阻隔 中国共产党 1921年建党 中国政治舞台 边缘性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 能够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 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 今天影响世界格局 改变世界格局 我们讲一话 毛泽东鞠躬至尾 虽然今天否定他的反对 他的比比皆是 但这个人的名字 永远以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紧紧相连 除非你解散这个政党 打败这个军队 颠覆这个国家 否则你抹不掉它 这贡献太大了 就像小平同志讲 如果没有毛泽东 我们可能至今在黑暗中 模仿 我觉得 这是中国革命 非常大的变化 中国近代来 想变革者 比比皆是 毛泽东绝不是敌人 李鸿章 袁世凯 康有为 孙中山 没有一个不想变革 没有一个不想挽救民族命运 威瓦 都是变革者 但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从李鸿章 袁世凯 康有为 孙中山 他们基本上都是力图依托 少数精英 完成对社会的改造 都为把唤醒民众 动员民众 组织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的重点 在他们眼中 民众只是改造的对象 而不是推动变革和革命的动力 最终 只能导致变革业革命 一败再败 中国近代来变革者 包括近代来我们是思想者 对民众这种侵蚀 唯有毛泽东 毛泽东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而我们自己 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不了解这一点 就不能得到骑马的支持 共产党胜利最大的本源 民众的支持 毛泽东讲 动员了全国老百姓 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 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再不把民众作为包袱 改造的对象 而作为动力 推动社会变革的最巨大的力量 在论持有战中 毛泽东讲了一话 战争的伪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 说的非常有力 被广泛引用 但是大家注意 论持有战中的另一句话 很少被引用 其实说的更好 毛泽东讲日本敢于欺负我们 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说到了中国置弱之源 我们这种无组织状态 导致我们最后的灾难 多少要解决这问题啊 我们近代来这些先人 西方句话 直到列强不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看待了 中国人才真正感觉到 有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 我们第一次 1895 康有为的公车上书 我们可以讲 封建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决心 统治阶层一小部分人决心了 里头建立一个现代国家 君主立宪 1919 五四运动 知识分子层的决心 1937 全民抗战 民族总体的决心 一直到了1937年 全民抗战 我们那时候才发现 就真是地无分老幼 人无分南北 全部抗战 日本人到中国来侵略 不仅是打国民党 不仅是打共产党 杀中国人 占中国底 所以全民族的分歧 真正让我们感到 国家民族利益共同体 从37年全民抗战开始 1949年 新中国的建立 它是什么呢 是中国共产党人 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 献上的一份大礼 真正意义上的 现代民族国家 西方现代国家学说的 学说的奠基者 霍布斯讲 什么叫国家 为什么要有国家 霍布斯说 当人人难以自我保存时 人们便自觉自愿地 放弃权力 开始缔约 指定一人或多人 组成集体 来代表他们的人格 将自己的意志 服从于集体意志 将自己的判断 服从于集体判断 在此基主之上实现联合 这就是国家 国家不是个慈善团体 不是个人权机构 国家一定要形成集体意志 集体判断 国家就认为 人们自觉自愿 放弃部分权力 开始缔约 形成集体意志 集体判断 而呢 我们讲历史证明 只有新中国 才能真正实现 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 和集体判断 绝不是个理论问题 它是个实现问题 新中国刚刚成立 面临的朝鲜战争 我们猝不及防 当时部队都在转业 国民经济百废在心 恢复国民经济 朝鲜战争爆发 1950年9月15号 美军人船登陆 把北朝鲜军队压缩在 中朝边境三个区域范围之内 我们当时面临朝鲜战争 严重的局势 我们反复对美国提出警告 一定不能过三八线 过了三八线是不行的 影响中国的安全 美军越过三八线 直不平壤 10月8号 毛泽东下令 着中国人民志愿军 迅计向朝鲜境内出动 这场仗 我觉得时间过去了多日 你还美国是怎么评价的 从中国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 显示出来的强大公式防御能力之中 美国及其盟国 再清楚多看出 共产党中国 已经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 他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 他们得出一结论 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 新中国再也不会退让 旧中国一退再退 我们总想了退一步海阔天空 最后退到无处可退 美国人明白了 新中国再也不会后退 美国人亚历山纳温特 美国建构主义的鼻祖 亚历山纳温特 他讲了这话 一个国家 在生存 独立 经济财富 这三种利益之上 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 那就是集体自尊 不要以为国家利益 就是生存 独立 发展 繁荣 还有集体自尊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在世界上没有尊严 尊严也是国家利益 非常重要的国家利益 尊严必须靠胜利来捍卫 我觉得这是我们新中国 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 所带来的第一次带来 集体自尊 不但从根源上 消除了封建半封建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 而且从根源上 清除了社会 一盘散沙的状态 中国人民被前所未有的 组织起来 动员起来 开创了中国的立场 第一个 持续 稳定 繁荣 昌盛 既能完成民族救亡 也能完成民族复兴 双重实名的 现代民族国家 我觉得这是中国共产党 为中华民族创造最大的礼品 中国今天的国力和军力 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我们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前面的片子做了诸多的介绍 当今世界 国民生产总值 超过十万亿美元的 就两个 美国十七万亿 中国十点五万亿 当今世界 国防开支超过一千亿美元的 只有两个 美国五千九百亿 中国一千五百亿 当今世界 卫星数量超过一百四十颗的 只有两个 美国五百三十颗 数量开始不断的减少 中国一百七十颗 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我觉得 这是我们叫历史性的变化 但是谁没想到 这个红色中国 今天搞到这么大的局面 它最根本的是什么呢 仅仅是共产党吗 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样 鸦片战争以来 中华文明一直在 以西方文明抗争 中华文明节节败推 新中国成立 使中华文明在政治上 摆脱了推势 跨过鸭绿江 使中华文明在军事上 摆脱了败势 三十亿人家改的开放 是中华文明在经济上 扭转了劣势 今天崛起的不是一个民族 一个文明全新的 经过洗礼的这样一个文明 共产党政权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 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社会的 全部的合理性合法性 你说建立在哪里 就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旧亡 百年复兴中 中国共产党人担当 前一百年 1840到1949 所有先进的中国人 从林则虚的鸦片禁烟 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 曾佐里的杨无自强 康良的戊虚维新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 毛泽东对西民族主义革命 所有先进的中国人 就为了丧死 救中国 挽救民族命运威亡 救亡命题 不是中共发起的 但是中共了结的 1949年 新中国成立 宣示救亡命题的终结 和下一个命题开始 1949 2050发展中国 前一百年历经坎坷 后一百年 我们也走了很多弯路 但是共产党的自我更新 从共产党的领导层 从来没有放弃 自己的担当 就在民族救亡 和民族复兴过程中的 自己的担当 这是中国共产党 存在于中国政坛 最大的合理性 合法性 我说新中国一路走来 就是近平同志的话 我们不要拿前三十年否定 后三十年 我们不要拿后三十年否定 前三十年 新中国是个完整的整体 前三十年 我们奠定了完整的工业基础 所以说一路走来 前人有问题 有缺点 有错误 但是前人的肩膀头子很硬 我们踩住了 我们站起来了 我们也有问题 有缺点有错误 我们肩膀头子能不能像前人 那么硬 这对今天是我们的考验 我最后以这几句话 结束今天的 从东亚病夫 到民族复兴的演讲 第一句 亨利基辛格的大外交 大国塑造本国安全环境 两个条件 一是国力的日渐增强 二是旧国际秩序的逐渐瓦解 第二句话 英国人哈米什麦克雷特 中国越是不团结 世界就越感到高兴 第三句 俄罗斯普京 国家越强大 个人越自由 第四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为国牺牲 为民牺牲的英雄烈士 我们要永远怀念 给予他们极大的荣誉和敬仰 不然谁愿意为国家和人民牺牲呢 我今天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